你知道 太多了吧 串路最有名的就是它產海產 全日本的海產很多是從那邊來 甚至北海道自己當地的海產 都是從這一邊來的 所以它的價格來講的話 是銀座的一半 是北海道其他地區的三分之二而已 所以你想一想 那邊的價錢非常的便宜 所以你如果喜歡吃跟我一樣的話 不要到處亂跑 我們就住在那邊好好的休息 泡個湯看看這些 就是每天就在吃 這是什麼 帝王蟹 帝王蟹非常的貴對不對 早死 對 你知道那天我看了這個 台灣不是在賣嗎 那個一支空運來台要一萬多塊 一模一樣大小 這我是在早上我到市場去的時候 看了跟幾個朋友看了 看中了這一支 幾乎一樣的價 大概是快三公斤左右 是不知道它多少錢 多少 日幣一萬兩千塊 三千多 三千多塊 台幣 所以好幾個我們幾個人吃 綽綽有餘 而且你要怎麼煮 它就直接幫你料理 就在哪裡吃 就在市場上面吃 它現場幫你做 是的 來到北海道最有名的 都要吃各式各樣的一個螃蟹 當然這些對我來講 因為每個人喜好的吃法都不太一樣 我就是喜歡吃 受洗鍋嗎 不是 這叫毛蟹火 日本有三大明蟹 第一個是帝王蟹 第二個是毛蟹 第三個是秋葉蟹 所以來到這邊一定要吃帝王蟹 一定要吃毛蟹 而且毛蟹在台灣 在其他地方 在日本都非常的貴 不單單是這樣 冬天去到那邊 冬天是海產的季節 你看到沒有 那麼大一顆 對 生蠔嗎 生蠔 而且日本人來講 很注重所謂的 尋的食材 什麼季節要吃什麼食材 這個時候 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2月 就是吃生蠔的一個季節在那邊 所以有機會的話 我建議大家去那邊玩的 原因點就在這邊 但是我的玩法 我不喜歡到處跑 我喜歡定點好好的休息的玩 然後我發現 有些人喜歡這樣 對 就是另外一家餐廳 這家餐廳也很重要 因為剛剛講過很多朋友們 對《非城勿擾》這部電影 非常的迷戀 然後裡面有幾個場景 是在一家餐廳裡面 吃飯聊天的 就在這一家 這一家叫做煉瓦 而且我去那邊吃的時候 煉瓦燒烤 對 它就是一個燒烤 然後你去到那邊吃的時候 你會發現所有的日本人 自己的人都很喜歡來這邊吃 可是有沒有看到 我手上拿了一碗東西 這個東西平常我最討厭吃 這個叫做 滿滿鋪在上面 蓋飯 你每次說密集控 看久了會噁心的 我自己 對 我也是不太喜歡 而且我覺得有一點欣慰對不對 我覺得不太好吃 很新的那個 可是當地人告訴我說 你知道這是我們的特產 全日本最有名的 你一定要吃看看 我就說而且這很貴啊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你一定要吃 我說好吧 來了就吃 我吃了一碗 一口進去突然間嚇了一跳 嘴巴沒有那個腥味 淡淡的海水的鹹味 該不會你想到他媽媽吧 馬上補吃一口魚肉 我們待會會吃 但是那個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軟在你的嘴巴這樣 啪啪啦 那我打開來的時候 嚇了一跳 它流出來是甘甜的味道 新鮮的才是飽滿 新鮮沒錯 而且飽滿 而且一點鮮味都沒有 重點是 去日本大家都喜歡吃什麼 拉麵對不對 一碗拉麵 都是750塊日幣左右 如果讓你選擇吃拉麵 跟吃這個 你會選擇吃哪一個 拉麵啊 當然是拉麵 便宜啊 這個這麼貴對不對 熊啊 對啊 這個至少在東京吃要好幾倍 你知道在串路吃 這一碗 跟東京的拉麵 一模一樣價錢 真的假的 150塊日幣 真的 而且菜單上面直接就 因為它是財幣 財幣不到200塊 是的 因為去東京 我最喜歡就是投那個要買票 那個買票 對 所以我就很壓力 所以為什麼我的日本朋友們都會說 你真的要去北海道玩 大家都擠在大都市 我喜歡吃這個 而且老師我跟你講 這個新鮮的 吃刺身多好吃 那個進去 那個味道是有一點 一開始有點脆 然後變軟 然後呢 回甘的甜味 你吃起來很juicy那樣的感覺 然後呢 剛剛說過了 在魚市場就直接料理 今天早上 早上的時候 我們去吃飯對不對 不要在飯店裡面吃 前日本有一個很好玩的叫 如果你知道 對日本人熟悉的話 他們會幹嘛 到市場 魚市場裡面吃早餐 超便宜 懂 如果你知道 對日本人熟悉的話 他們會幹嘛 到市場 魚市場裡面吃早餐 去魚市場買一碗白飯 一碗白飯它有很多的攤位 攤位裡面呢 自己挑你想要的 薩米 不會很新嗎 不會 因為那邊非常的新鮮 對我來講 我彼此很過敏的人 我很討厭去魚市場 可是我去到那邊 我嚇了一跳 他一點腥味都沒有 他就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新鮮 而且每天該有多少量 該賣完就沒有了 所以隔天不會乘到隔天 所以非常的新鮮 就拿一碗白飯在那邊 沒錯 拿一碗白飯自己挑 你要任何上面全部標價給你 我說為什麼有這樣 他說因為日本很多人 自助旅行其實很窮 吃不起大餐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為了嘉惠這些人 就告訴他說 這樣吧 我們把你分開來 那你能夠吃一片兩片 你自己去量力而為 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呢 我們去到那邊吃的時候有沒有 這是我那天早上我點的 我自己挑的 先一碗飯然後自己挑 沒錯 所以自己去挑在這邊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行程 現在幾乎旅行設施不太會安排 因為會很容易失控 你會發現人非常的多 然後來到北海道 我們一定要吃什麼 拉麵 就是你剛剛說的 北海道的拉麵很有名 可是對我來講 我吃完以後我覺得OK啦 因為它有另外一個是 只有這邊才有 有別的地方沒有的東西 非常建議大家吃吃看 這個叫做鹿肉 生吃鹿肉 不是 它就像吃牛排一樣 烤一點 對 所以非常的好吃 你那一塊是生的 它是 因為我跟他要求我要三分熟 我喜歡吃三分熟的東西 你有獵人的個性喔 所以 但是吃起來那個口感比較juicy 比較好吃 但是重點是 我在這邊玩了幾天以後 我覺得有點鄉下 該吃得吃得差不多 因為我喜歡坐火車 所以很多的鐵道迷 他們就想說那怎麼辦 那邊有沒有火車可以坐 我告訴你 北海道的火車非常的棒 因為你可以去搭一種火車 這個火車只有在冬天的時候 才會限定的火車 這個叫做蒸汽火車 對 然後它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台灣很多的廣告影片 都是特地跑到那一邊去拍的 因為只有這邊才會有 你想想那個雪地上面 然後那個蒸汽火車的感覺 你在那旁邊拍照 然後再自己進去坐 那種感覺就不同了 追火車要不要玩 也可以 對 然後最後 因為我在這邊待了三天 第四天我就搭火車 我搭到哪裡 我搭到雜簧 因為雜簧有很多東西 好買的 好玩的 好吃的 所以你可以坐這樣的火車 這個就不是蒸汽火車了 好美喔 直接 對 坐到你可以欣賞整個北海道 從道東到道央的整個景色 非常的美麗 但是更重要的 我們都知道北海道的什麼東西 又吃了嗎 北海道的麵包 還有北海道的雙麒麟 如果你沒有吃的話 簡直是對不起自己 溫世凱真的很愛吃 我真的很愛吃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也是重點 旅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的旅遊 像我過年期間 我不想玩太多的東西 我不想趕急 我只想好好的休息 泡泡湯 看看景色 跟好朋友們 好好地大家分享吃東西 這是我的旅遊方式 那剛剛講說 既然有所謂的 北海道牛很多對不對 所以它那邊很多的奶製品的東西 都非常的棒 但是剛剛說過 為什麼我要特別到雜晃去 因為雜晃 第一個我的班機可以從台灣飛到串路 然後串路 我在搭火車到那個雜晃 從雜晃回來 按理說通常都是單程飛機票買 沒有 會變很貴 通常單程買 可是因為台灣有一家航空公司 它剛好 它這兩個點它都有航班 所以你可以從A點進B點出 所以你要懂得利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跟技巧的話 你就可以像我這樣玩整個北海道 那我去為什麼要到雜晃去 因為我買了這件衣服 本人在下是非常客家精神的 真的 能買到這麼普通的也不容易 沒有 它非常勤儉 直接下手的東西一定非常厲害 這基本上我不太會買很多的紀念品回來 對我來講我覺得沒有意義 這是防彈嗎 但是這件第一個它很實用 第二件事情 因為我喜歡日本這種 就是比較素雅的一個感覺 但是重點是 對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在台灣也有 這件衣服大概在 我回來的時候去看了一下 他說現在已經沒有 已經賣斷了 大概九千塊台幣 但是我在北海道買 你知道我買了多少錢嗎 多少錢 所以說為什麼我破戒一定要買的原因 就在這邊 我買一千八百九十塊台幣 看到了 我非常訝異 後來我朋友告訴我說 因為這個品牌的就是創始者 他是北海道人 所以說你要買 你跑到他的家鄉去 對 你在那邊買 你喜歡這個品牌的人 你到這裡買是最便宜的 也就是為了這件事 因為我不購物 可是我朋友要購物 那我們只好到雜謊 再去吃跟購物 對 重點來了 五天四夜這種行程 多少錢呢 兩萬兩千三 兩萬兩千三百九十三 什麼意思 兩萬三 對 差不多兩萬兩千 差不多兩萬兩千多 這個的算法是這樣 因為剛剛講過說 吃的部分是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對 那我是提供參考建議 但這個最主要 因為機票實在是太貴了 所以我後來找到的 像我昨天晚上上網去查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你看到沒有 我只要五號以後 二月五號以後的話 那個價錢的機票 差六千到一萬塊左右 所以你要選擇這樣子 第二個呢 那個住的房價 也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我只要選擇就是 我們兩個人 share一間房間 加起來四個晚上 對不對 對我們來講 小資族來講的話 剛好這個價錢 含我們的火車票 我們整個的交通的 機加久的費用 就是那一筆費用 所以你只要兩萬多塊 你也可以完成你北海道的夢想 好 所以只有兩萬兩千四百塊 北海道 這個非常便宜對不對 這個 你應該問一下光復說 說 而且重點是 他們家在賣北海道行程 覺得這個行程好不好 我覺得挺好的 挺好的 我們家的話如果說 如果是二月五號之後的話 最便宜大概 大概啦 如果真的到時候要出清的話 大概大概大概三萬多 五號 五號過完年了嗎 對不對 對…三萬多 它是一個基準價 一個美港 對啦 好 感激凱哥的介紹 現在我們到哪裡去了呢 印尼巴厘島 誰來介紹巴厘島呢 黑哥是小弟我啦 喔 光復兄 來… 對 便宜喔 要便宜的喔 對 當然便宜啦 因為這個 巴厘島也是一樣 東南亞裡面 最貴的就是巴厘島 我們也從最貴的下手 這個行程的話 他還是有住兩碗的Villa 最重要的是 它的位置是在水泥漾區 所以逛街也是方便的 我們第一天的行程 就是有一個泛舟的行程 大概兩個小時 接下來 下午 就要喝下午茶 我在滴滴血裡面看過 藍波那邊 對不對 沒有啦 這個 火力交鋒的場面就在這裡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是 我們喝下午茶的地方 就是一個烏布下午茶 那主要來講就是 體驗這種梯田的田園風光 做個SPA 大概兩個小時這樣子 好 就是 就是蠻… 就是讓大家紓壓一下這樣子 第四天的話 如果第四天就是自由活動 那可以建議大家可以去 金巴蘭區 就是散散步這樣子 如果到了巴利島 對… 剛剛講說餐的部分 他們當地那個烤… 烤的那個叫巴比姑林 那個烤肉非常的有名 對… 還有另外一種的雞肉飯呢 是非常的辣 它那個辣度帶一點 印尼特殊的香料在那邊 那個吃起來也是真的很厲害 對… 那烤的那個喔 不是都放…會疊在上面 建議大家烤的那個 拿第二或第三隻 因為上面都是… 因為上面我有髒嗎 蒼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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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第二個第三個 好 我的小習慣 現在就是… 重點多少錢 光復推進是 你這是團體的 不是自由行 這是團體的 所以… 五天事業包吃什麼都有 對不對 來 等一下 我要看一下 先大家講一下 原來比較網站 因為這有落高的 不知道是打… 打亂大家一下 等一下